8月26日 星期二得道 今晚是有三個人的 雕拔 雕拔很久沒有上來 有我啦 還有一個聲音還未能得到的Tony 勉強說到一兩句 在做節目之前 大家記得 支持五部曲 記得 按LIKE 看廣告 用Facebook Share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以及訂閱我們頻道的 已經到11萬了 非常之好 多謝大家 支持啊 什麼時候飛過去拿快銀牌 應該沒有著陸了 沒通知我們 因為我check 他說 Youtube是有完全的著情權 給和不給的 可能他不like就不給的 所以可能是會沒有的 算了 我們自己做得快 我們自己去負責吧 銀好便宜 這就是貴 好 今天 其實很多網友都問我們 你們很久沒有說經濟話題 我覺得今天也要說這件事 但我們就不只是會說經濟層面 就是整個 國際大氣候 整個氣氛都要慢慢去探討這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都留意到 自從這個6月的反送中運動開始 香港漸漸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來到8月 20多日這一刻 其實 美國已經是將香港問題 提升到一個 跟中方較量的一個籌碼 之一 香港派已經打出了 香港派真的已經打出了 所以 香港 來到這一刻 已經不是 純粹是香港人 的問題 已經是世界 兩大陣營 其實這兩大陣營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兩大陣營從來都沒有結束過 即是美蘇冷戰 到現在 中國取代了蘇聯的機位 因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越遠超越了當年的蘇聯 所以 這個 所謂的 東方陣營和西方陣營的 那個決戰 其實依然是進行中的 又或者可以說是一個 共產主義的陣營 以及這個西方 民主自由社會的陣營 兩陣之間的對決 嚴格來說大陸也不是共產主義陣營 現在可以 實實地說 中國就代表法西斯主義的延續 而他的盟友就是俄羅斯 也是一個法西斯的國家 假民主 也是打壓示威者 也是專門拉示威者 也要用下毒 毒死 意見人士 其實大家可以數一下 全世界還是會用政權的力量去打壓市民 不讓人說話 不讓人參選這些行為的地方 你可以數到有多少 那些國家全部是同一陣營的 基本上 包括非洲的國家 一帶一路的好朋友 全部都是中國的好朋友 北韓 俄羅斯 伊朗 伊朗是比較複雜的情況 伊朗本身加上宗教因素 伊朗的邪惡 伊朗的邪惡軸心就是 中共 俄羅斯和北韓 土耳其算不算呢 土耳其不算 因為他勉強 想入歐盟 歐盟 歐爾多安 想轉回伊斯蘭國家 變成不是世俗國家 是的 這是有難度的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都說 我們之前說過很多次 其實世界本來是多方博弈的 但是你博一下博一下就開始又變回兩個鏡頭 因為 大家歸一下 歸一下之後就開始變成一個兩陣 那麼當然那個中美的交徑 就是這個貿易戰打開啦 開打啦 那麼特朗普 好 其實我覺得他 跟 民主黨說的話其實是 差不多的 不過他就是一定是用經濟來包裝他的戰役 所以他就是 繼續用這個關稅 加徵這個關稅對準著這個中港 其實根本現在 那個是兩黨共識來的 其實對抗中國是一個兩黨共識來的 以前你發覺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方向 好像有點不同 但是你近幾年已經變了 大家說的一樣 所以你現在 就算給民主黨上台也沒有用的 可能更厲害的 你不知道的 民主黨就做了那些 民主啊 人權那部份 那些 政治工作 打那些牌就是打那些牌 說得明是人權法案 說得明是那樣東西 特朗普也是在打香港牌 但是就是用貿易的角度去說 我覺得他們兩邊 無論哪個贏都是會繼續打這個 是 因為 現在 到了 特朗普 爭取連任的時間 只剩下一年 左右 會不會是 他 想做第二個 列根呢 因為當年的 列根 消滅這個蘇聯 其實可能也是有一點點 行運成分 因為那時候搞過星球大戰 其實 是不是騙夠的對方 可能他也是膽膽膽的 但是蘇聯就傻傻的照跟 想不到蘇聯照跟 我想也是 幸運成分 剛巧撞爆了 撞爆了 撞爆了 蘇聯 亦都不是想像之中那麼強大的 因為當時說蘇聯 是沒有裝到牙齒的 人各個地方都很強的 是牙齒最脆弱的 他們連牙齒都沒有裝了 是不是天下無敵呢 不是 你就是眼尾補裝 可以插眼 哈哈哈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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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怎麼看 即是接下來的貿易戰 到底對於雙方經濟的損害 情況怎麼看 我可以先說說香港 香港大家當然也不用想啦 現在香港經濟就是 首當其衝的 簡直是 寒冬啦 沒有啦 現在香港 GDP來說 增長已經是零點多了 再這樣搞下去呢 出現負數是不奇怪的 香港 從來都是在兩個陣營之中 哪邊壞就影響香港 香港跟隨那邊 兩邊 其他一邊出事都是香港出事 美股跌 香港出事 大陸股市跌 香港也有跌 香港無論如何都是跟隨那邊的 跟隨的影響 但是這次 是加上香港人本身的 全民互動的關係 使得經濟一定會繼續差下去的 說真的 我從消費者角度去想 就已經知道香港經濟一定不可能好 首先 哪些人是消費者 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現在心裏面在想甚麼 如果你是反政府的 如果你是反送中的 基本上你想的東西很清楚 你只是在想怎樣抗爭 在想每一種辦法 去逼政府繼續 還有花錢 只是想著怎樣幫到前線 或者 就是怎樣杯葛那些 杯葛那些 那些 舔共財團 藍絲店舖 在Google出賣 大家可以看到哪些是藍 哪些是黃 他們都知道的 例如 年輕人都抗拒金拱門 麥當勞 所以我們買一些麥當勞券 他們可能不歡迎 因為他們覺得幫了中資 麥當勞有一個問題 就是24小時 周圍都有 我們買的 都很大掙扎 原因就是 你沒有一間店舖可以晚上給你吃的地方 你到了11點你想吃東西 除了金拱門 就沒有地方可以幫忙 我也想有 11點有魚蛋吃 大營連鎖而各區也有 在一些旺點的就是金拱門 最多是他的 香港 的經濟就不用說了 消費者根本就不想消費 你是其他比較保守的人士 你看到這樣 根本就不會想買東西 香港的經濟是不可能好 香港的樓市 其實Tony也說過很多次 我們其實 出了一本書就說劉本慧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基礎 是跟香港的特質有關 首先香港的 對於樓的敏感 原因一來就是 銀行喜歡 磚頭 覺得穩困 第二件事就是因為其實香港是 很安全的城市 正如韓戰裏面說是全亞洲最安全的城市 全世界 最安全的城市 香港 在2014年 爆發了79天的佔領運動 沒有一家銀行 金行 珠寶店 被人打破了一塊玻璃 不是行李箱 連玻璃也沒有打破了一塊 全世界是不可能的 我有一個朋友在刀柏林開珠寶店 他說在刀柏林五千人上街 他的店鋪肯定有人搶的 這個就肯定了 因為我也有一個經驗就是 跟一個阿根廷佬聊天 那位阿根廷佬的老婆是香港人來的 他就去歐洲做生意 碰巧037的時候 他老婆就打電話給他 我們現在在遊行的 幾十萬人 他老公第一個反應的是什麼 為什麼你還不走啊 因為他祖家 你不要說五十萬人 有五萬人 就一定會打起來 還有 不死幾個不收場的 香港所以 到這一刻你不要說我們幫示威姐講話 我們一定是幫示威姐講話 這個肯定的不用說 其實香港爆極的那些玻璃 大家回憶一下是什麼來的 垃圾會 垃圾會 黑社會 你看看 是爆的那些東西而已 其實嚴格來說 還有黨鐵 黨鐵算了 沒有一些無辜市民的店舖被破壞 沒有無辜市民 就是你起碼不會 就是 爆一鋪是沒有無辜的 很簡單 那次在彌敦道那次行 那些人開始走出彌敦道 我剛好去了某間的連鎖店 問你要不要下閘 他說 不用現在那些人還在走 警察都來我下閘了 這個我反而覺得 可能是 反而顛覆了你那個 覺得劉本衛快崩潰的那個說法 因為香港的示威者其實是過於克制的 都沒有搶金譜 還沒有 其實也不會啊 完全看不到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其實 當年這個 魚蛋 魚蛋革命 當日 其實我們是 反對的 但是有個有趣的畫面就是 那些人 拿著磚頭 左手 右手拿著八達湯 拿著汽水買汽水 排隊的車粉 排隊的車粉買汽水 拿著磚頭 在外國的磚頭駁到店員那裏 然後搶了收銀機 香港 拿著磚頭的人 原來是排隊買汽水喝 你說起什麼 我想起Terminator 阿洛書華森利加也是拿著店員 一撞到收銀機那裏 Terminator也是在做這些事 可想而知 香港的示威者 其實有多麼嚇制 他們不是想殺人的 他們從來都沒有殺人的心 反而 也沒有加害人的心 因為他們不會主動襲擊人 通常就是對方才挑釁 他們最多還手 我們看過很多次為什麼那些人打爆頭 全部都是那些人先動手 我們先說回經濟 香港 香港的樓本位是不是接下來會崩潰呢 其實我們覺得是會崩潰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不值得給這樣的 Premium去住這個地方 如果你說這個地方 跟9加2沒有什麼分別的話 這裏的樓價應該是9加2其他地方的樓價 不是沒有分別 是衰過 為什麼我說衰過呢 就算你是東莞 在維州 在朝陽 不要說是維州 朝陽 朝安 散頭 散尾 你也不會有八百個黑社會出來打人 打完人就由公安 放他們走 而公安局的電話不接 叫你不要出街 接了電話就說你危險就不要出街啦 是啊 喂 這個全世界黑社會都有 問題是香港的黑社會跟警察掛勾的 應該這麼說 全世界都有機會有黑社會 但是有些地方 是有黑社會的時候是沒有警察的 是啊 香港是這樣的 沒有啊 大陸就沒有那麼離譜的 所以我是覺得 整個樓本位概念 在香港是爆破的 原因就是香港沒有了法治 是由政府 加 黑社會加 加警察 帶頭把法治撕毀 大家的最後底線 本來有底線 警察 我們出糧 我們納稅人出糧給警察 他去保護市民 他可以扛起電話 怕你不要出街 我屌你老母呀 我們給你幹什麼呀 是不是呀 我們還買一層樓呀 當然現在還看到啦 大家看到那些 失控警 還要 在記者鏡頭拍著他都跟人吵架的 現在是連續 已經很多個禮拜 很多個禮拜都是這樣的啦 社會敗類呀 跟人家交多少錢稅呀 你交多少錢稅呀 你交多少錢稅呀 你有沒有交稅呀 香港的警察 四成逃稅 逃到嗎 不交了 沒錢交了 欠了 分期付款啦 好啦 要跳啦 不要外罵警察 美國經濟怎麼看呢 其實美國經濟 其實也不是很好 但是不好之餘 是因為有谷底反彈上來 它那個是上升勢頭 而美國現在 本來 早幾年加一次息 我們當時 還沒做這個節目 都說 美國的加息 是向全世界輸出的通縮 那果然 他的加息 真的帶來了壞影響 令到全世界的資金 萬劍貴中 去了美國 那麼美國的借貸成本 其實不應該付那麼多利息 就要付貴了 其實是喊了貴息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的經濟如果一旦減息 他又會再蓬勃 因為他的經濟機調很好 他控制在自己的息口手上 即是那個經濟 的增長 沒錯 這個跟大陸 有點不同 大陸因為其實 他是沒有怎麼調控過 他沒有掌握過 其實只是不停地放鬆 而大陸的最大問題 他當年由於4萬億的時候 零八年海嘯 他不是搞4萬億 舊市的嗎 其實不止4萬億 印了幾十萬億出來 搞到每個人充大了我的頭 現在其實有一波 是 沒有錢還 全部都是借貴利 所以 大陸的企業 是大部分資金面斷裂的 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現在大陸 除了國企之外 所有企業都借不到錢 首先 我也可以大膽說 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 首先你也未必會回大陸 你還會不會回去投資呢 你會不會害怕 回去 然後你失蹤了 然後發現你嫖妓呢 還是連妓都沒得嫖妓 就已經被人不知踏了去哪裡 這個風險 現在是高到不得了 這是現實的 現在他是盛傳 就算你是拿一部乾淨的手機 被人問得更金 為什麼你的手機那麼乾淨 這些事情在香港是不會發生的 現在香港本來已經在發生 現在警察是問你 為什麼不支持警察 現在警察基本上就是想跟你說 為什麼不支持我們 支持你也沒有用 然後查完身份證又要搜你身 搜你身又要剝光珠 現在是這樣的 你這個經濟的基礎在哪裡 信任是零的時候 全世界的經濟 是一個字 就是信 是一個信字 當大家沒有了信任 那個地方的經濟自然崩潰 為什麼 1929年經濟大蕭條 全因就是 大家對政府沒有了信 我覺得我賺不到錢了 今年 明年也是 永遠都賺不到錢 那我就不用了 企業就要裁員 我賺不到的嘛 你們不肯使用 你們怕混蛋 大家都不要用了 那我就裁員 倒閉了 就有一個連鎖效應 一骨牌 一骨牌倒下來 大家都混蛋 大家主要就是沒有了信 當年 不是有 量化寬鬆的那招嗎 當時當然沒有了 當時美元也沒有那麼強 所以其實 我知道這一場 角力之間 真的是一場經濟戰 到底就是要鬥大膽 看看現在到底你是美國 的經濟是會有問題 還是你大陸的經濟會有問題 美國經濟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 不過 起碼他在信治方面 令到人家是有信心 美國經濟也不是很大邊的了 老實說 這個一直都知道 其實美國經濟跟大陸的經濟 有一個很基本的分別 美國的經濟 是類似西方的自由經濟 是有週期的 你會知道這一鎖 完結之後 是有機會 過一段時間是會起的 但是大陸是什麼呢 大陸是沒有週期的 為什麼他沒有呢 政策 有什麼事呢 政策搞定 結果是去到最後一天 一次過塌就沒有了 他沒有週期的 他一直在用一個滾雪球式 他正在等著一次雪崩 他正在等著一次雪崩 一次就夠了 因為 我們分析美國經濟 其實很一定不是很大邊 問題就是 一個很輕微的增長 1.多個巴仙 通脹率低於2 或者2個巴仙左右上下 問題就是 在一個先進的經濟體來說 2%的增長 不算差 是好啊 是好啊 有個問題就是 美國的數字是比較實在的 因為是實數來的 中國的數字也是虛的數 很多是假的 我們之前一直說他不爆 原因是因為他一直都是假數 假數就不會爆了 最大的問題 是信任 這次反送中 可以說完全 把中國政府的面具撕下來了 以前你告訴我們我們做生意說的信 原來是喪屍來的 晚上晚上你回家吃人的 你在地牢收了很多人給你吃的 原來 現在看到就是這樣 以前的日子出來就扮紳士 所以其實你真的問我 我覺得 一個關鍵之一的其中一件事 是人民幣 首先現在 你拿人民幣 就等於拿國內的資產 首先你想不想拿這個東西 現在我覺得 跟以往比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人民幣有個問題 他現在始終跟多大美元掛鉤 其實是掛了鉤 不過那個鉤是會浮動的 但是 現成來說他人民幣 還有少許的support 有些外貿 特別是生意support 但是 當大家對你的信心 一減少信任 尤其是外資 減慢到中國投資的步伐 而中國 少了外來的投資 他自己的內需 是不足以撻著他 他相當難 因為他現在大陸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他大陸現在 那個 人工 已經不像以前 那樣 不是那麼便宜 不是那麼便宜 所以根本就算沒有這件事 也好 其實都會向一些 更便宜的國家走緊 最主要是什麼呢 香港佔了大陸投資外商的百分之七十 很多人透過香港來投資大陸 而香港人 帶頭都覺得你大陸不可靠不信的時候 我自己也不投資 你會不會叫我去投資大陸啊 是不是 以前 我就介紹你叫你買樓 我說樓升 我看好啊 那你相信我你去買樓 現在我自己也不看好 我都叫人不要買樓 那誰叫他去買 玩完了啦 原本的債斷已經是有毒的啦 那些資產 你不知道啊 一直都掩蓋了 現在你擺明 撕開面具告訴你 過期還有有毒的嘛 現在是 跟催淚打一樣 跟催淚打一樣 是生哀來的 所以呢 大陸 沒有做過誠信 尤其是他在香港一役 他徹底撕開了面皮給你看 這個問題 嚴重到 逐意令共產黨亡國 因為 大陸的經濟 其實是由不斷的 資金去投入 才撐得起那麼大的經濟 因為今天我特意聽別人說的 在大陸做的美團 外賣那些 他說大陸的大學生 有9000元一個月 人民幣 但是 如果做那些送外賣有萬多元 所以很多大學生 不做那些工 只是做外賣 如果大陸做外賣都可以賺萬多元的時候 你那個經濟是不是要 有這麼一規模才能支撐得到 沒有新的投資 你靠糖水滾糖魚 可能可以撐得到一陣 問題 沒有再新錢投入 你是遲早枯竿的 簡單來說 他好像一個 全銷盤 沒錯 靠現在的糖水滾糖魚 你爭我 我爭你 那先撐得到 靠現在的白雀 焗雀真撐得到 如果一起提演 就會爆煲的 沒錯 Excelia就是這樣 所以 我退休了 現在就是用糖衣毒藥 現在是其中有一群白雀 不相信你嘛 覺得 不妥了 你真是喪屍 我也是提演 其實這個也解釋到為何忽然之間 禁停了那幾十萬 武警 說好你的解放軍呢 因為他就是 面對提演問題嘛 你那個盤爆煲的嘛 你一出 恐怕你的盤爆了 爆了 個個提演 你那個盤就爆了 好像 所以其實有人 有人按住啦 喂 你在這裏 爬文爬武 在這裏 養下養下 你一落 我的盤就爆了 我還沒按的 我是不能按的 坦白說 你大陸也不是鐵敗一塊的嘛 大陸也是幾個 不同的派系在做的嘛 可能有人想調一些軍隊下來 但就會給另外一把 喂 你搞我的牆我怎麼辦呀 不是搞我的牆 我現在是想特意刺爆我的牆 你是想我死的 你是想我死的 所以你看 國務院今天沒有出來可以記招 沒有啦 現在那個陽光不見了啦 還有啊 中聯辦不知道死了多少天啦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中聯辦現在是 核潛艇 深潛啊 王主任不知道去哪裡 深潛啊 潛了去霍耳目之海峽 還是已經堕樓呢 所以我覺得 中美貿易戰的主戰場 現在就移屍了香港 而香港這次的命運 可以說是關乎 全地球的命運 因為 香港 是可以忽略影響你整個中國的政權 現在香港就是前線 現在就是前線 這就是Fund Line 或者 中共很不喜歡那個叫前哨 以前叫反共前哨嘛 香港從來都是對付北方政權的前哨 從清政府開始 到民國 到共產黨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遲些再分析 給大家聽完 好 追往太喜歡, 感谢观看